Flashing Jorad 我 Ray Ma Flashing Jorad 我 Ray Ma 4 個月 Google I.O. 正式發佈的 Android M Developer Preview 來到第三版 當時提出了新技術、新兩點、新功能 今日實際上手和大家玩玩 而且現在提到名字,Android 6.0 是Android M Macaroon M 大家應該都知道Marsh Mallow 事不宜遲,看看是甚麼特別的地方 新版 Boot Animation 平面化,色彩繽紛,Material Design 的特色 進入手機設定,看到Nexus 5 看看Android Easter Egg 出了沒有 嗯,都是這個 Emoji 這次升級比較大兩點是 Apps Backup 另外 Restore 登入的時間,初次登入已經會問你是否有使用 Android 手機 有的話可以 Copy Google Account 、Apps 或 App Data 當然你本身使用 Android 6.0 才會 Backup 了 App Data 然後開 NFC Unlock 的情況下,拍 Boom! 手機設定包括 Google Account 、 Wallpapers 都會全部通過 然後一開機看到很方便,不需要再登入 在 Play Store 已經看到用開的 Apps 自動下載 待會已經自動下載 另一個新功能是 App Permissions 每一個 App 第一次用到可能進擊到個人資料 例如是 Microphone 或相機 時間就會彈出警告頁面,確定才可以進入 時候亦都可以在 Settings 、 App Permissions 裡面 設定某一個 App 可以用到哪一個元件 另外 Apps Link 亦都是令 Android 6.0 讓人感覺更加智能的功能 如果你按下去的 Link 牽涉到 Apps 例如 YouTube 一按下去會自動彈入 Apps Android Pay 、智能手機、配合 Credit Card 、去到不同商店買東西 都是發展趨勢,簡單、方便 加上有原生 Fingerprint Support 看來未來除了 Nexus 手機之外 指紋解鎖和手機付款都會是更多手機配備的主流功能 希望香港不用等太久 另外 Now On Tab 其實就是 Google Now Search 不過不會彈出獨立 Apps 而是留在你現時使用 Apps 的版面 再彈出卡紙 Search 都是透過長按 Home 鍵進入 比以往方便 可惜去到目前第三版 這個功能依然不能 Preview 至於說到實際介面操作 Material Design 的特色 與以往沒有大分別 反而是 App Drawer 由以往橫向的卡紙形式 轉成現在的直向表列 按住右邊邊緣滾軸 便可以快速飛去不同英文字母開頭的 Apps 可能 Google 自己都感受到多 Apps 時會有問題 所以支援 Quick Search 功能 至於 Google Now 主要都是多剛才的 Now On Tab 主版面介面沒有分別 反而 Law Widgets 的版面 與 App Drawer 一樣改用直向表列 Notification Drawer 改變不大 主要是右上角 Settings 按鍵長按 會快速轉動 開啟 System UI Tuner 目前見到的功能包括 Show Embedded Battery Percentage Status Bar 顯示什麼 icons 可以自己設定 另外 Quick Settings 主要都是轉下擺位 曾經在第二版 Preview 出現的 橫向顯示模式 和 Dark Mode 在這個版本取消了 而另外微細的變化 還有音量操控 按一下墊咀可以設定其他音量 以及 Android 5.1 大家很關注的 RAM 管理 這次 Settings 內有 Memory 獨立分頁 按下 Memory Used By Apps 可以看看哪個 App 使用了多少 Mac RAM 然後按下 Apps 由上的 Menu 可押閉 最後是更好的跌緣管理 深層睡眠的時間轉一步降低功耗 長遠有助省電 但對手機不離手的人 有用極有限 整體 今次 Android 6.0 系統升級 最大量點會是 Android Backup 和 Restore 其他方面都是小升級小優化 系統的發展絕對比起以往更完善 但吸引程度未必至於大家要馬上 今天 Android 6.0 深入試玩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 任何想更深入了解地方 歡迎在下面留言發問提出 另外旁邊有兩條影片給大家跳播 歡迎大家支持一下 按右上的 Information Card Icon 跳播 下面的 description 位置 有 Mobile Magazine 更多專業手機資訊的 link 以及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有更多同類型的資訊 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 我們找兩個 abuse的網站 第一些網站